我们用这一台 22号这台来示范 这一个很明显 刚刚他有这样子拉 他拉了以后就会变很笔 如果你用成这样的 请你按右键图像 请你恢复圆图比例 因为有些人在拉大的时候呢 他就这样横的拉 没有就是直的拉 结果小孩子都变形了 请你们拉的时候 不要这样拉 请你拉斜对角 对 有没有看斜斜的 这样子是正常的拉法 不要拉右边这个 也不要拉上面这个 我每一次看到那个照片 我就疯掉了 没这么肥 你腰很肥 可以 你如果不小心用错 按右键图像 恢复圆图比例 这样可以吗 好 刚刚有人讲遮罩去背那些 在这里都有 同样都是在这里 按右键 有看到图像吗 刚刚这个是恢复比例对不对 好 我们先用这个裁切遮罩 有看到吗 裁切遮罩 这下面是不是有一堆 有爱心吗 密哦 炸弹 随便拉 蝸牛 看到没有 做好了 确定 就是有一个蝸牛的形状 这个是遮罩 可以吗 如果不满意 上一页还原 按右键 我们先来去背好了 你们看到这里 这里 有没有看到去背 点一下去背 以前我们是开Photocab 对不对 不需要啦 我们就这样点一下 没有很干净 这里可以选范围 可以多一点 少一点 因为 你背景越单纯 去背越快 来 我这个用到69 等一下你如果太少的话 会这样子 有没有看这里没去掉 所以用多一点 用多一点也不行 过头它会把你头都削掉 好 像这样OK 对不对 这里有没有一把 垃圾桶 好 按确定 有没有就去背了 这样可以吗 我们先去做去背 好不好 来 请你第一步 什么 你把它拉得不成人形的 先去把它比例拉回来 第二个去哪里 去背 我复原再做一次 按右键图像去背 然后这里 这不用点 它已经是魔术棒了 这个记得拉到大概69 刚刚很像69 69左右垃圾桶 然后再按确定 它就很漂亮了 这样可以吗 它拉的时候拉小 这样子拉 可以 麻烦各位试看看